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先不要看 我们用回忆的方式 我们第一站遇到的是什么 同济坛 第二站各位也要去思考同济坛它所代表的意义 第二站我们要进入洗肘盆 对不对 祭司要进入圣所之前 要先把自己的身体各方面还有手要洗干净 那进入了圣所以后呢 要干嘛 有三个圣物很重要 第一个是什么 在北边的 是什么 都没有射给 橙色饼桌 南边的是金灯台 我们上个月提到的是香坛 金香坛 那金香坛以后呢 接下来就要进入自圣所 大祭司每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的自圣所 那进入自圣所要干嘛 那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属灵的道路 就是这样走过来 我们要进入自圣所要干什么 与神面对面 那我们有没有进去的 这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好 我们先来翻开一下 希伯罗里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希伯罗里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欢道了我们一起来读 来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自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八父神我们感谢祢 因着祢的恩典 从进入自圣所之路 我们这样一路的分享 在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属灵的道路上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领受来经历 现在我们要进入自圣所 要来与你面对面 来领受你奇妙的恩典 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更多更多 更深更深的来亲亲你 也将今天的这一篇讯息 全然仰望交托在你的面前 恳求圣灵在当中来引导 也来开启弟兄姊妹的心 让这一篇讯息 能够成为他们每一天在属灵 在灵修过程里头的一个帮助 谢谢阿爸父神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刚刚我们有提到 进入自圣所 照着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规矩 没有人可以进入自圣所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 而且他是带着血跟香为百姓赎罪 那上帝如果有什么样的心意跟启示呢 大祭司可以直接从施恩座前来领受 然后出来告诉百姓 为百姓来祝福 但是到了新约 这是旧约的时候 每一年都宠物在做这样的一件事 但是到了新约以后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这一条属灵的道路 进入自圣所之路就开启了 那我们就不需要每一年像大祭司 只有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 我们是可以天天的到自圣所来与神面对面的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也请各位回想一下 我有没有每一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进入自圣所与神面对面 那今天这一篇讯息 我渴望能够成为各位在属灵生活 或者是学习 有帮助 好 第二我们来看 慢子裂开进入自圣所 怎么进去 慢子要裂开 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诗 我就不重复了 在主耶稣的时代 圣殿 他们那时候还是祭祀文化 所以那时候的圣殿是西立王 为了他的政治企图 花了六十多年才建造完成的 所以这个圣殿非常雄伟壮观 包括主耶稣那几个门徒 跟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看到圣殿的时候 都会 哇 多么雄壮 多么壮观 他的屋顶金壁辉煌 因为他是用金子这样去铺的 他所花的闪光 在二十五公里以外都能看得到 因为他是比较高的地方 这是当时的描述 而圣殿与自圣殿之间的慢子 非常高大厚重 根据于那个记录 他说要用三百个人才可以把它挂上去 各位想一想 那个慢子要用三百个人才可以把它挂上去 你就知道他是怎么厚重 但是这个圣殿并不是照着神的心意 和神的指示的样式所照 所以这个殿 不是神所喜悦的圣殿 所以因为他是西律王 个人的意图的一个政治色彩 为了要收买犹太人的人心 所以用不到几十年 最后怎么样 神就让罗马的那个提多将军 把他烧毁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犹太人的记事文化就没了 那为什么会没有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当耶稣基督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喊说成了 哥哥他三跟耶路撒冷就在那六个钟头 一共发生了七次的神迹 那六个钟头是从什么时候算 子耶稣 什么时候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是早上九点 那他说成了 断了去是下午几点 下午三点 所以在这个六个钟头里头 发生了七次的神迹 包括地震 包括整个天地都黑暗起来 日头变黑 魂目震动 许多圣徒实力护活 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慢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各位想一想 这个需要三百人才能够 抬上去的这个慢子 从上列开两半 这表示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做的 那是上帝的手显现 是不是这样子 而这个慢子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 希伯来书里头的经文 我们既因着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有没有 这个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当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 对门徒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罗 所以我们每个主日 第一个礼拜的主日 在领圣餐 的意义就在这里 他就剥开了那一块饼 表示他的身体剥开 乃是为了救赎人类 赦免人类的罪 为我们牺牲而用的 也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献上 所以神跟人之间的那个 阻隔 就除掉了 神跟人之间的阻隔是什么 是罪 从亚当下 换了罪以后 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破灭了 那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 是为我们的什么东西来舍命 为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常说 耶稣基督的宝血 洁净了我们的罪 那个罪就一笔勾销了 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 带罪的导扬 他承担了我们的罪 承担了我们的罪 所以那个隔绝 神与人之间的隔绝 除掉了以后 所以通往至圣所的路 从此为我们打开 那经文里头说 这是一条又新又火的路 那又新指的是什么 又新的路指的是什么 是一条崭新的生命的道路 是与神和好的路 是我们的罪得赦免的路 而且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路 所以这一条是什么路 这一条恩典之路 我刚刚讲了几个 不要今天回去以后都忘了 我刚刚讲了几个 要不要回应一下 我刚刚讲了几个 第一个是什么路 通往至圣所之路 第二呢 与神和好的路 第三呢 罪得赦免之路 第四呢 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的路 如果第五的话 是成为神的儿女的路 各位是不是这样子 也就是地上的这一点 通往天上那一点的路 所以主耶稣说 我是 他讲三个 我是道路 真理跟生命 若没有透过我 没有人可以到户那里去 所以这一条是恩典之路 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宝血 为我们成全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在这里 刚刚唱的诗歌 其实刚刚唱的诗歌 已经在回应我今天 整篇的讯息 我很感动 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 我很感动 所以弟兄姊妹 好好去思考 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 是很不容易的 是主耶稣基督用 他的生命 是中价 把我买赎过来的 白白的恩典 但是白白的恩典 往往都是最贵的 空气 空气 你们觉得呢 空气是不是要花钱买 不用 但是没有氧气的时候 氧气比什么都还贵 你能够两分钟 没有氧气吗 不可能吧 所以好好去思考这个 所以那个诱火 刚刚讲的是诱心的路 诱心诱火 那诱火呢 乃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可以完全的来亲近神 与神同在 过内在的生活 时时被圣灵充满 得着能力 得着智慧 时时领受神的恩典 那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从信主到现在 我们有没有领受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我们有没有时时被圣灵充满 时时在领受神的恩典 我一直在讲 救恩 上帝预备 圣父预备了救恩 圣子来成全的救恩 圣灵来执行救恩 那圣灵 子耶稣说 圣灵就与我们同在 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那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 时时刻刻来领受 这位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得能力 让我们在 灵修的时候 读他的话有亮光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因为我们要进入自圣手 就要去思考这些问题 我怎么样去进入自圣手 以神面对面 那接下来 进入自圣手要干什么 我们说进入自圣手 那进入自圣手要干什么 进入自圣手就是要过 所谓慢内的生活 那个慢子打开了 拨开了 我们可以进去以神面对 那进入自圣手呢 也就是回到心灵的最深处来 亲近神 旧约的帐墓跟圣殿 都是外在的 都是看得见的 有没有 圣殿跟会墓都是看得见的 但是新约的帐墓跟圣殿是内在的 是看不见的 但是它是存在我们的灵里头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他说 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 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那神既然住在我们里面 有时候 为什么我们还在外面寻找神呢 所以我们要进入慢念 回到我们心灵的深处 来寻求认识这位爱我们的阿爸父神 因为只有在灵里 我们才能够遇见神 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没想过 我是在里面找神 还是在外面找神 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这里 我们是在找外面的神 还是找我们里面的神 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你有没有找到了 你有没有找到了 所以主耶稣对那一位 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 他这样跟他讲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 我们在这里领会的 带领弟兄姊妹在这里唱诗歌 不是在唱歌 懂我意思吗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各位诗会的 我们是要领 这些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 来遇见神 不是唱诗歌而已 那不然就跟演唱会差不了多少 大家都很high high完了以后 在你的灵里的深处 你有没有摸到神 那才是重点 那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如果要在属灵生命 成长 晋升 而且要越来越丰富 就必须在灵里头来追求认识 主跟亲近主 沾养他的荣美 因为神也应许我们 你们若专心来寻求我 就必寻见 在耶利米书24章13节 他这样讲 跟当时的犹太人这样讲 你们若专心的来寻求我 就必寻见 所以寻求主的面是要 饥渴慕浴浴 要专心的 要专心的 这条属灵的道路 就看各位怎么走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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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恩典 我常在讲我在主日的讯息里也常在讲 得救 得胜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得救就是在外院里头 在同济坛前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 舍了命 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救主 我们就得救了 进入圣所以后是得圣的生活 或成圣的生活 我们有没有办法靠主得圣 有没有办法过一个成为圣洁的生活的人 在圣手里头 那圣手里头有三个地方 陈瑟平就是每一天读神的话 金灯台 你要有圣灵的光照引导 祷告 金香坛是每一天在祷告的 这个就是灵修生活 你才有办法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这更丰盛的生命是在自圣手里头 怎么样与神面对面 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 的一个属联的功课 那学会了没有 是要用心学的 你们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要专心的 你们只欠欠猜猜猜 不是谁选被变 所以我们进入 慢内来亲近主的时候 首先要安静下来 心要安静下来 学习用心来触摸神 我们不用多说 他都知道 神都知道 所以来亲近神的时候 灵性比理性重要 我们用一颗饥渴慕的灵 来朝见神 与神独处 与神交通 神会被我们可慕的灵 守心引 上帝会被我们一颗可慕的灵 来吸引 神也会吸引我们来认识他 那接下来呢 我们用一颗可慕的灵 来吸引神 所以必在当中 经历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甘甜 灵受神的丰富 让我们跟神 有更亲密的关系 然后更深更深来认识神 也就是今天的时刻 要一生紧紧的来跟随神 真知道离开了神 我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有三个字 敬 三个敬字 第一个敬 是敬畏神的敬 如果我们对这位神不敬畏的话 心里就会随便 第二个敬 是干净的敬 是洁净的敬 来到神 神是圣洁的 来到神的面前 必须是圣洁 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敬是什么 敬畏的敬 第二个敬呢 干净的敬 第三个敬 是什么敬 刚刚提到的 让我们的心 安静下来的敬 安静的敬 有时候 我们祷告完了以后 就控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就走了 上帝 慢着来 我有个要跟你说 我们都没办法 安息片刻 得救 在乎 归回安息 得利 在乎怎么样 平静 安稳 上帝那时候 对 以色列人 很生气的 当 当那个什么 当耶稣亚 他们十二个探子 去迦南地 窥探回来以后 十二个探子 十个探子 报恶信 只有耶稣亚 跟加勒 报好消息 那一群 以色列人 就相信那些恶信 在那边起哄 甚至跟摩西 怎么讲 我们宁可 再拆一个首领 把我们带回埃及 我们也不愿意 死在这框野 所以上帝 上帝那时候 就动怒了 怎么讲 这群百姓 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 不信的缘故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不能进入安息 所以得救 在乎安息 那安息呢 是要相信这位神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过漫内的生活 的读经祷告 是要用与神交通为主 我们一方面向主说话 也一方面要来领听 主来跟我们说话 那一般呢 我们读经 都是以追求圣经的知识为主 但是 但在这里呢 是以留心 聆听 神透过圣经 来跟我们说话 这远比我们 一直在追求 圣经的知识 重要得多 因为神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读经 不要轮到 只是在 获取知识而已 神的话 是灵 是生命 那这当中呢 需要透过圣灵的光照 让那一句话 成为我们 每一天的力量跟帮助 在这里我分享一下 因为谈了好像多理论 在实际的生活里头 是可以实际 可以这样经历的 上帝会在你 在祷告当中 祂会有引导 而且祂会跟你对话 真的会跟你对话 我们常常都会讲说 上帝真的会说出声音来吗 我们真的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吗 我个人的领受是 领受是意念 神的意念很快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跟他Q&A的时候 他很快 你马上知道他在跟你讲什么 这是多年前的 最近的也有 但是比较短 多年前的这个记忆 我很深刻 你看那么久 我去华莲黎明教养院的时候 2005年 2002年 你看离现在十几年了 我都还 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个经历 忘不了 那时候我还在 就是现在的南远工作 那一阵子 跟上帝一直 就是这种关系 Q&A的关系 所以那一阵子 圣灵要感动我们 要离开公司 但是要去哪里不知道 我一直跟神求 神啊 你要叫我去哪里 那有一天看那个Good TV 十五台 刚好看到 黎明教养院的院长 带领一群 身心障碍的孩子 在台北领量堂 做那个棒中 师哥的正道 虎阴正道 里头有 有一个 他们有放影片 他们在 花莲那边 在镜蜗阿罕集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蜗阿罕集 就是紫心的地瓜 好大一片 一两 大概两公顷 后来我去了 两三公顷 那时候我就跟义文讲说 要服事神也可以去带这些 身性障碍的孩子 那时候只是心里这样感动而已 不一定说一定要在教会 道福音机构应该也可以带领这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 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谈了就过了 但上帝 没有忘记 有一天 我记得是六月六月中的时候 在祷告里头 上帝就亲自跟我讲了 讲四件事情 我现在都还很清楚 在祷告当中 你愿意把你未来的道路 仰望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就跟你讲话了 他说第一个 他就跟我讲了 面对你人生的下半场 我那时候刚好满四十岁 面对你人生的下半场 不要挤挤引地上的财务 第二件事情 你那一天看Good TV的那一种感动 曲是突然吗 原来是神感动了 第三件事情 那时候天爱还很小 天爱刚好才要上小学一年级 天阳中班 那上帝怎么跟我应许 这两个孩子是我的宝贝 按着你们的能力 你们供应他 不足的 我不足 所以神在跟你挂保险 你知道 第四点 你从信主到现在 我的恩典过不过你用 我说过用 未来我也是这样待你 不要依靠财务上的 的问题 你把你的眼目 放在财务上 放在金钱上 你就没办法全然的来依靠我 讲了这是件事 你们说 有人会问我说 上帝 是出声音吗 我说当你 摆在祷告里头的时候 那种意念很清楚 很快 非常的快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所以上帝这样 给你挂保险 你的信心够不够大 当然还要再寻求 后来我在 读经的时候 耶稣亚记 一章九节 无论你往哪里去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惊慌 也不要害怕 无论你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这一句话 圣经我读过了 在读其他的属灵书籍 两本的属灵书籍 这一句话 都出现在我的眼 上帝一直用他的话 来跟我讲话 无论你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如果是这样 你敢不敢走 所以我就地辞城了 但是 去黎明教宴 那时候还不确定 语文那时候还跟我讲 说那上帝跟你讲的 不是 我说你问上帝 上帝我怎么跟你讲 所以后来语文也去祷告了 上帝就用亚伯拉罕 跟那个沙拉 跟他讲 沙拉 亚伯拉罕 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 出来的时候 沙拉有没有讲话 就跟着他走了 所以这个就顺服 顺服在上帝的面前 好 我工作 辞城递出去了 黎明教宴那边没有通知我 那时候我 一文跟我讲说 那我们要不要打电话给 那时候有一个 黄青一位黄院长 要不要打电话给他 我说不用了 今天也要印证 如果是神 开了路 神会感动他打电话给我 结果就在七月一号早上 这个时间点我忘不了 那一天我刚好有事情 要去嘉义 所以我就在家里面 等我的同事来接我 那在等的那一段时间 也在祷告 因为老板都已经牵着了 那我接下来下一步 我就跟上帝祷告 我说神啊 辞城我都递了 也就准了 你感动我说 要去黎明教宴院 到现在都还没有个准 我就跟上 到现在都还没有个准 就在这个时候 电话声响 谁打电话过来 黄青一黄院长 打电话过来 准不准 那个时间很准 早上七点多 刚好那一天早上 我没有到公司 我一般六点半就出门 去公司 所以你看 上帝在做什么事情 他不会务事的 也不会务事 时间都多了刚刚好 听到这个 你会牵着没牌 我刚好祷告到说 神啊 那 我要去黎明教宴院 这件事情 到现在都还没有个准 电话声就响了 然后 黄院长就跟我们讲说 你们有没有空 来花点一趟 我有事情要找你 黄院长我必须要讲一下 黄院长跟我是旧事 因为我以前在大专团去信主的 所以我一直都 那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 一直跟着他这样子 四次传无言 他那时候是台北市民权国小的校长 后来被神呼召去黎明教宴院 所以我们这样就去黎明了 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各位 分享了这一段 在漫内的祷告 神是可以跟我们对话的 尤其是面对我们当中 如果有人还在找工作的话 好好的将你的工作 仰望在神的面前 神开的路 神护着 神开的路 神护着 所以在漫内的祷告 并不是一般的 祈求跟带导 乃是在灵力与神对话 有来有往 带出我们生命的热力 活出美好的见证 还有传福音的能力 各位信主到现在 带领多少人信主 有没有那个传福音的能力 或者是热情 所以这种在灵力与神的交通 是远超过 言语所能描述的 这为什么我一直在公司里头 圣诞节我一定会办 圣诞舞会 中午的舞 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我那些员工 有好几个人信主 我们厂长 我们那个日本业务 都信主了 所以让我们怎么样 在漫内的祷告 是一种有内容 有深度的祷告 是我们向神请心吐一的祷告 是神向我们说话 有所教导的祷告 我们所谓的交通交通 有来有往 不是单向在跟神讲话而已吗 神也会跟我们讲话吗 所以让我们可以在这种有深无深的祷告当中 重新得利 得着智慧 蒙省云导 靠主得胜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听主为生 明主旨意 上帝跟我们讲话 我们说为生 为生 你的心要静下来 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真的 祷告的时候 不是随随便便 耶稣不是讲说祷告什么 要关上门 在暗中 跟你暗中的父母 来跟他交谈吗 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 跟神祷告的 我们可以慢慢去体会这个 如果我们学会了这种祷告的生活 就可以在逆境当中 或者是在试探当中 我们都能够靠主站立的字 就好像保罗在福利比书 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所说的 我并不是因缺乏受这些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喝或有余 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是不是这样子 保罗的书信 你要配合着使徒形状一起看 你才能够去体会 保罗书信里头 那些对各个教会的 的用心 的苦心 因为我最近 进入至圣首期 今天是最后一篇 那接下来要讲什么 我也在跟神手 求啊 接下来就要讲保罗 因为要讲保罗 行转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重新再把使徒行转 那一 竹竹竹竹竹竹竹的慢慢看 还有他的书信 加拉太书 因为他第一次宣教是到加拉太书 又慢慢的把加拉太书慢慢的看 所以我还渴望 弟兄姊妹啊 你们要读经 要有系统的 要有系统的 那第四 为何还在自圣首外面逗留呢 自留 由于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身体 通往自圣首的慢子已经裂开了 神爱方面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会拦住我们 来到他的面前 但是为什么 我们竟让自己一直在自圣首外面过日子呢 未曾进去朝见神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拦住了我们亲近神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是不是我们太冷淡了 对神的渴慕有些不冷不热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圣殿的慢子裂开了 但我们心中存留的这一层帕子还在 还没有挪开 他阻挡了神的面 使我们不能看见神 那这面帕子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去想过 这面帕子是什么 就是我们肉体的老我 还没有被钉死 还没有舍弃 信主多年 我们对主有一些知识方面的了解跟观念 在理性上 也知道上帝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那接下来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靠圣灵来更新 得救了 有没有得胜 有没有进入圣手 来更新 来成为圣洁 在属灵生命的建造上 有没有真正的继续 在这一条信仰的路程 跟灵程上往前走呢 还是一直都停留在外院 甚至都还没有进入圣手 或者我们表面上信了主 生命还是属肉体 每一天的日常生活 工作 作息 面对人事物的各样的诱惑跟试探 老我在那里掌权 有没有 自己当家做主 自己要做老大 结果经历了挫折 困顿跟失败 那么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 试问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 是排行牢记 这个要各位回去好好想一想 主耶稣在我心中 是排行牢记 我们有没有 我们说尊主为大 我们今天的诗 诗歌 我们要尊主为大 他是创造宇宙万路的神 但是真正的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生命的主权 没有遗传给主 会不会这样子 我们生命的主权 有没有遗传 我记得我常在这里 一直在讲这个 生命主权的遗传 遗传给谁 给那一位爱我们的阿爸父神 不然的话 你工作上 你跟老板 可能也会有问题 你跟你的主管 在生活当中 在家庭的生活里头 跟子女 夫妻的婚姻关系 也一样会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要当家做主 有时候 我也一直很愧疚 我们家的外面门 外面 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 但是在吵架 夫妻吵架的时候 写是主 那为什么会吵架 主耶稣这时候在哪里 基督 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 那谁说了算 你说了算 还是主说了算 在吵架的时候 主在哪里 我也承认了这一方面我没有做好 我也一直在求神帮助我 这是人的软弱 生命主权要移转 容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要学习怎么样顺服主 这比你去读一个神学博数更重要 是不是这样子 神学院的老师 甚至神学院的院长 如果不顺服主的话 你说这个神学院以后训练出来的 所谓上帝的仆人会是什么一个情况 会成为各个教会的问题 因为都不顺如主 都要当老大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每天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教会里头来听 听牧者讲道 或者听一些讯息 这些讯息 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 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仰望这位神 但是 那一种 生命的那一种修剪 是很痛的 就看你愿不愿意 顺服被修剪 葡萄树要结果子 就是要修剪树枝 我种了那些芒果树 因为我去年 太累了都没有去修剪 所以今年的结果率就很差 开花也很差 甚至有些的都没有开花 生命要结出好的果子 就看我们愿不愿意 顺服被主来修剪 那上帝怎么修剪你 他真的拿剪刀剪你吗 他透过你最亲近的人 这是我最近在学习的功课 最亲密的人 你最爱的你 可能是你的子女 可能是你的配偶 或者是你的父母亲 这些人讲的话才痛 懂吗 因为他们都是跟你最亲的人 那你愿不愿意顺服下来 那顺服下来 你怎么顺服 靠主得胜 你靠自己可以了吗 不可能 我跟你讲 你今天跟神祷告以后 明天就破功了 一句话 不符合你想要听的话 或者是比较忤逆的话 一过来 你马上破功 你马上破功 所以我们说要靠主得胜 真的啊 你说要靠自己得胜吗 不可能 生活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搞得 已经不是当初天父创造万物的本意了 父神本来的旨意了 父神本来的旨意是要我们走的路 是一条简单单纯 信靠他的路 是不是这样子 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 原来十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进迦南地了 可是却在旷野一直绕 绕了四十年 还没进去 最后这一批人倒闭在旷野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们如果不愿意 歇了自己的功来倚靠神 仰望他 想想我们每天所要面对的争战 这一场仗怎么打 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事情很多 是不是 那这一场仗怎么打 如果没有仰望倚靠神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安息下来 舍弃我们自己的能力才智来倚靠他 却一直用自己的方法判断 聪明喜好来选择来解决 我跟你讲 我们会把自己搞的什么 把自己的生活搞的劳苦 单重担又艰难 但是我们这个功课一直在重复在学习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每一个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来 好好的在这里 或者听牧者讲的话 或者是在这里安静自己 但是我一直不希望 我们在这里每一天都很喜乐 每一次都在这里很喜乐 但是礼拜一跟礼拜五 礼拜五或礼拜六 到礼拜六 这六天却过得很辛苦 上帝不要我们这样子 上帝说要我们怎样 一无挂虑 要常常喜乐 那我们有没有常常喜乐 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 在工作当中 在家里面 我有没有常常喜乐 是什么事情让我喜乐不起来 所以当一个人面与财务危机 遭遇工作上的重大挫折 婚姻的苦楚很多 或者一些人 一些人生的苦难压得我们传不过去来 这时候要来寻求神 好好的来亲近主 所谓苦难是神的化妆祝福 要把我们推进主的怀抱里 苦难是神的化妆祝 只有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你才会 这时候才会更深更深的 更紧紧的来抓住神 借着这样的危机 把我们更深的压进神的同在里 这句话 各位可以记在心里 苦难是化妆的 是神化妆的祝福 要把我们推进主耶稣的怀抱里 借着这样的危机 要把我们更深的压进神的同在里 我们的生命 如果一直都重复在学习这个 那你的苦难就比喜乐还多 因为都学不会 那我一直也期待各位 大家在这里 有些功课学一次就好 学一次就会了 不要一直在重复学 一直在重复学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不要一直去找人为的帮助了 而是要来亲近主 让他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 所以在信心的 全几个位在信心的功课里头 我一直在讲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是靠自己还是靠人脉关系 还是靠天上的这一位 靠山会倒 靠人 人会跑 靠自己呢 会晕倒 只有靠上帝 怎么样 最可靠 是不是 那你要靠哪一个 连自己都不可靠 你还想靠谁 是不是这样子 恳求各位地心公子妹 我们真的是来仰望这位上帝 好 我们做个结论 一个不常花时间单独 单独跟神亲近的人 他们不可能在属灵 生命的建造上 有多大的长见 过漫内的生活 可以倒空我们这个人 使我们借着爱 进入神的同在里 其实 神是等着 要来施恩给我们 他爱我们 渴望得着我们 只要我们能愿意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来爱他 亲近他 因为 唯有我们这样 注视他的时候 他才能够 进到我们里面 生命的里面来 让我们的生命 得到更新的变化 OK 我今天的文响就到这里 我们做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谢谢你 谢谢您 迎着你的恩典 让今天这一篇讯息 进入在自圣手当中 与你来面对面 也帮助弟兄姊妹 在未来 每一天的灵修祷告里头 用一个饥渴慕的灵 要来亲近你 要来仰望您 要来依靠您 可以来到您的面前 与你来面对面 可以在跟你交通当中 来倾听 你的心意 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能力 让我们可以 有这样的热情 能够将 这样的呼音 这么美好的呼音 来传给我们 周遭的亲朋好友 谢谢 愿你纪念今天的话语 将祷告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